我们又在这里大清早的啊 又开始给这个鱸飞鱼做早餐 今天呢是在佛山里水掌柜钓场 这边的一个收费是150个小时 回于3块 等于说50斤上岸 听最近这边调有说呢 这里的一个渔情处于还可以 所以我们今天就过来试一下 我们先给它把料开好 还是一样的啊 我们今天打的是这个冷冻拉尔 给它加一点虾粉 它这里个体听说是1.5到34斤的都有 我们还是这个季节还是需要虾粉的 OK 我们耳量就开好了 这个湿太漂亮了 先呢开开两包散炮 也不知道这渔情怎么样 那基本上打罗飞呢 两包散炮的那样一场都是要用的完的 我们前期呢 用的杆子选择的是一只3米的 3米12H的 主线2.0 指线03的一个PE线 钩子呢 10号楼飞秀 浮飘吃铅1.75克 调的是一个五木 而钓呢 就钓个两木啊 到五木都可以 根据鱼情我们来进行调整 刚好这个位置呢 我们选择的是靠一个边角 这个位置是边角位 它水比较浅 可能就一米多一点 就一瓢身的水 那么我们今天在这边钓 也是听他们讲 它这里的鱼的个体啊 是有有那个一斤半到三四斤的 所以钩子选择前期会偏大一些 大钩呢 它在快口的时候会有一个好处 就是挂中鱼 没那么没那么容易脱钩 在鱼吃死猛的时候 它会有有这个样子的一个优势 等一下钓到我们后期呢 再进行调整 反正五十斤上岸吧 对吧 五十斤上岸 回鱼三块 一百五的钓费 搞还是有的搞的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 就是不知道今天的鱼型怎么样 反正昨天这几天 这个处鱼都都挺稳定的 平常呢 我们最近有一点黑 就是吃肉的时候 赶不上挨刀的时候来了 不知道今天到底是吃肉还是挨刀 反正先试啊 这挨了二十多分钟还没进口 这该不会凉了吧 这又是吃肉 没赶上挨刀的时候来了吧 太阳刚刚出来一点 照到我这里来 哎呀 不管了 先抽屁了 四个小时嘛 急时吧 找你 好 好 好 来啦 磨 让你慢慢磨 收获了我们的第一位目标羽 一条 差不多两斤的罗飞 来鱼了 来鱼了 来鱼了就好吧 有希望 人今天应该能爆 二十分钟过了就来口了 其实我们很多钓友 最近被泡坑跟开膛所影响了 经常打泡坑 下去就来口 下去就来口 然后打一会儿呢 打个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没来口 然后就整场钓鱼的积极性就没了 实际上不管是泡坑也好 黑坑也好 它一场它是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的嘛 对吧 你要打满这四五个小时 你才知道这个鱼型是什么样子的 特别是打这种一百多块钱收费的 一定要 撑得住 继续吃 继续吃 怎么发现有小鲤呢 有些动作的明显出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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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鱼啊 我就说我窝子里面有其他的鱼 说吃不尽吃不尽在那里 一点一点的磨 这个螺飞怎么长这样 很漂亮这个螺飞 看到没有 像那种海鱼的 对这个螺飞真漂亮 短短胖胖的 搞眼睛再偷弃我一口 小伙子啊 有前途啊 知道学会偷袭了 先给你关着 进去 它就好像那个什么飞啊 就好像那个半点飞一样的啊 有那种感觉 太阳出来了 我要把这个眼镜戴上了 看不见了 来吧来吧来吧 我发现它这个堂里面的鱼啊 是特别喜欢偷袭的 特别喜欢偷袭啊 我刚才呢 我在戴眼镜的时候 那个小螺飞 偷袭我一口 我现在我在戴防晒面镜的时候 它又偷袭我一口 那我心想 我这太阳出来了 对吧 我这么白 等一下一下给我晒黑了 我肯定要戴个面镜遮一下 就在我戴面镜的时候 咔一口来了 鬼经鬼经的 现在的鱼都是 你这个突然一下 不是重量把控不了 而是什么呢 而是拖的 你都是两斤两斤的 拖的一个 来个这么小的 你知道我咋搞 不是说实在话 它这个螺飞是真 哎呦 扎到手了 哎呦 太小了 不要了 主要是它帮我手扎了一下 你发现了没有 它这里的这种小螺飞 特别漂亮啊 又宽又扁 就跟那个 就跟那个叫什么小豪鱼一样的 不是小豪鱼 对不是小豪鱼 就像那个 那个叫叫什么 对就像那个 黄脚蜡一样的 对 有点像那个黄脚蜡的感觉 对 对特别漂亮 但是我漂亮没用啊 你才 才那个半斤 我要打两斤的 哎呦 这又是什么鱼呢 这个又不一样了 哦呦 别扎我呀 看看 哎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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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小了太小了 这怎么窝子里面都是这种奇奇怪怪的鱼呢 这个跟刚才那个鱼长得又不一样 鱼长太多了 对啊 你看刚才那个是泛白的对吧 他这个是泛蓝色的 这样我就很难过啊 火山飞 你真的是 怎么能给这种口呢 就是一条火山飞来着的 红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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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这个散泡下去呢 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吃的 就是雾化 然后很容易就被他们吃完了 然后就导致呢 大个体的螺非进窝 没什么东西吃 他就不太愿意在窝子里面留着 然后呢 窝子里面的大个体的螺非就少了 小个体的就会更加猖狂了 所以适当的去给他补一些颗粒 好 哪里跑 来吧 对嘛 每一条都像你这么乖 多好 来吧 哟 这个又是什么飞呢 这个怎么乌鸡妈黑的呢 他这个堂里面这螺非品种 倒是很多啊 你看一下 这个乌鸡妈黑的 就给 你看吧 他放这里 你看他眼睛 放这里不动的时候 他像不像是一条死鱼 实际上你看一下 老鱼是这个堂体的 他这会儿呢 现在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窝子里面特别乱 有这种老鱼有新鱼 同样呢 也有这种小个体的螺非在闹窝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 开始要去想一些办法去做一些调整了 因为窝子里面明明有余 但是节奏打不快 那么像这种 像这种一百五啊 一百块钱的这种收费的堂里面呢 他不可能一直是持续给你有这么多口 他可能呢 这个口就是维持一下这个前期 就是前期半个小时 或者前期一个小时的口 如果说你没有把握住 那也有可能今天就凉了 如果说是调整的得当 下去的节奏快 重于频率高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够今天打上岸 不行不行不行 我要做一下调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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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